最後通蝶已過,烏鵝隨時開火 被佔據的不止戈爾諾夫卡,烏克蘭親鵝分子 武利基庫政府發出的最後通蝶矯蟹投降 東部至少10個城市,陸續有政府建築物被佔據 但限期過了,烏軍暫時未有完之前所說,出動軍隊平亂 大部份城市有親俄和親烏克蘭分子發生衝突 圖爾奇諾夫和聯合國秘書長班機民通電話 要求聯合國維和部隊介入,和烏克蘭保安部隊聯手反恐 又說不反對下個月,總統大選時同時公投 被人民決定是否改用聯邦制,讓烏冬有更大自主權 聯合國安理會前晚就應俄羅斯要求召開緊急會議 美國積責俄羅斯,奔用外交手段解決問題 美國積責俄羅斯,奔用外交手段解決問題 俄羅斯就否認會談最終沒有成果 歐文外長昨天都商討對俄羅斯的制裁 不過因為俄羅斯供應天然氣,擔心經濟制裁很難去得盡 俄羅斯快樂 俄羅斯!!!!! college